第九修补工具 为美女去搬 那么修补工具呢 可以说是对这个修复画笔工具的一个补充 那么修复画笔工具呢 可以使用这个画笔对图像进行修复 而修补工具呢 可以通过选区对图像进行修复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使用方法 文件 打开素材文件 打开素材文件 我们看一下这个素材文件 在这个素材文件当中呢 这有一个 呃 一位女士 然后它的面部呢有很多的斑点 然后把这些斑点的全部去掉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修复画笔工具来处理一下 试试看这个工具能不能实现 那使用修复画笔工具的话 看到我们这个斑点的比较密集 如果说使用out来选择选区的话 再进行填充 可能填充之后呢 还是就有这个斑点 啊 所以说这样的话会比较麻烦 然后呢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修复工具来使用一下 在处理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这个图像的放大一些 放大一些 然后呢我们选择这个修复工具 如果说某一个区有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 看一下这里有一个选项 圆和目标 透明的 我们来设定一下这个圆 选择一个啊 没有问题的区域 然后移动 这样移动到指定 啊 我们就选择说 选择这个对象啊 选择一个有斑点的区域 然后移动到一个没有斑点的这个区域上 那这有斑点的区域呢 会自动的 被移动后的这个目标的这个区域呢 覆盖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斑点呢 会全部去掉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采用这个方法 来逐个的去除这些斑点 那么刚开始的时候呢 比较密集 我们在移动的时候呢 会进行小范围的这个调整 当这个有一定的区域内容呢 已经被全部的修整好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大范围的去修整它了 那通过这个方法呢 我们可以随意的去指定 去修复的这个区域 去修复的这个区域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中间的这个眉头的区域呢 基本上大部分的斑点呢 比较整块的斑点 已经基本上去掉了 然后我们可以再做细微的调整 然后还有这个鼻梁上的这个 对这个比较多一些 必要密集 然后呢 我们在进行调整的时候呢 需要慢慢的继续 移动这些对象 去修复这样的鼻子上的这些 色斑 那么这个工程呢 比较大 因为这个色斑的这个数量比较多 所以说我们在进行处理的时候呢 可能会耗费很长的时间 这里呢 我们简单的 适当的处理一下 在进行移动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这个选择颜色相近的 这个区域 适当的处理一下 不做这个全部处理了 那么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图像缩小一下 看一下眉头的这个区域啊 其他区域就不再处理了 我们可以这个使用这个 原式图像比较一下 原始图像的眉头上的这个色斑的 是比较多的 修改后呢 字弯的减少了很多 那么如果说我们要把这个 字弯全部去除的话 需要花了很多的这个时间 需要进行细致的这个处理 所以呢 我们就不再进一步的处理了 我们只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这个 修补工具的一个使用方法 那么读者呢 可以自行的去完善这个 单点的处理过程 好 这是我们介绍的 安利9 修补工具的使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